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当时并未提到苹果树 直到1726年 在牛顿去世前不久 他才和包括法国作家福尔泰 王家造弊厂的助手约翰·康蒂特等几个好朋友提及此事 如今这棵苹果树就生长在牛顿的故乡乌尔斯索普庄园 当年农民的儿子牛顿放弃农村生活 去学校读书 后来进入剑桥 一生中 牛顿不仅发明了微积分 光线折射 万有引力定律和经典力学 他还精通神学 自然哲学和炼金术 因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自从牛顿去世以后 苹果树一直得到伍勒顿家族的悉心照亮 虽然1816年被暴风吹倒 但如今这棵老树仍然呈倒S型顽强的活着 严格来说 我们看到的牛顿苹果树 是200年前老树克隆出来的 伊丽莎白女王也为此树颁发了保护令 2014年 英国一黄园将牛顿苹果树的种子带入太空 现在牛顿苹果树也已经被移植到英国及全球很多地区 两棵原生树中的一棵则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牛顿卧室的窗外 据说只有数学考的最好的学生才可以住进牛顿的房间 目前在阿根廷 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还有中国的汕头大学 天津大学和上海 都生长着牛顿苹果树的后代 如今每年有数千名游客来到牛顿的故居 乌尔斯索普庄园参观 看看最牛的牛顿苹果树 了解牛顿一生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天才的地方 顺便找一找自己的灵感 来此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